我欲拔剑向天 没剑来到人间 我又怎能做 十足看树谈何意 我欲人间全无敌 不欲天战 欲谁战 剑圣柳白 常年霸占天书日子榜榜首 在很早以前就可以破五境 是世间所有之命里面 距离破五境最近的人 但他隐约察觉到了一些可怕的真相 所以一直以剑阁崖洞谈判 将自己的境界气势压制在知命境巅峰 他手中的宝剑多年不出窍 早已秀极斑斑 清霞与君莫一战后 柳白受重创返回剑阁闭关修炼 此战中他寻得一丝气机 不仅养好了身体上的伤 还与夫子用过的那把人间之剑形成共鸣 修成了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 此刻他可以遇剑千里 也能瞬息千里 因为他就是剑 剑就是他 他的心态也从之前的不敢破五镜 变成了不屑破五镜 后来李漫漫托人给他带了一道气息 那是书院对人间的看法 这让柳白有所明悟 入林康城 又见叶青鱼漏向传道 再有所悟 陶山光明记 受唐小唐热血感染 如醍醐灌顶 心境中得突破 柳白从以前的不敢破五镜 到后来的不屑破 再到现在已经不在乎破不破 若五镜之上有门槛 意尽斩之 至于最后这把剑 会不会斩在自己身上 他不在乎 因为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唯一有意思的事了 如今天女降临人间 柳白终于下定决心拔剑问天 然而 尽管他用尽全力出手 也破不开天女周身的浩天神灰 引以为傲的宝剑 也逐渐化为积分 每靠近一分 柳白体内的生机就消散一分 眨眼间便白发苍苍 垂垂老矣 此刻的柳白依旧没有放弃 他将所有力量凝聚指尖 竟突破空间法则 触碰到了天女的额头 虽然柳白被强大无匹的力量化为虚无 但这一战是他胜的 柳白并不是第一个向浩天发起挑战的人 但他却是距离浩天最近的那个人 也是唯一一个让浩天都承认自己输了的人 并非柳白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大 而是因为浩天在人间 这是柳白的一小步 也是人类的一大步 柳白敢于拔剑问天 有五个人对他影响最大 分别是柯浩然 夫子 君墨 曹晓树 以及叶青 在柳白看来 柯浩然和夫子比自己强大 他们不负浩天 敢于挑战就秩序 而君墨 曹晓树和叶青 虽然实力比自己弱 但勇气同样不输前两人 轻霞一战 君墨自断右臂 破了他的身前世界 牺牲一世之事 换取了一时的胜利 曹晓树更是愿意自费修为 去暗杀屠夫和酒徒 叶青被君墨废了一身修为 竟还毅然前来借鉴 准备大闹光明会 我这一生 事件如命 曾经有两人向我借鉴 第一鉴 借于叶鸿鱼 杀财爵 第二鉴借给夫子 斩天 如今书院的朝小树 向我来借第三鉴 借了我的鉴 便可杀人 我也会想 我自己的这把鉴 该去杀谁 也许 这就是我的道 既然我的鉴已经去了 那你的人就不要去 好好地去使你的道 以上这五人 无论是比他强的 还是比他弱的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 都有敢于拔剑的勇气 柳白一身傲骨 自然不想屈居人后 浩天对柳白的出手都很疑惑 按柳白的天赋 只要给他几百年时间 他是很有希望成长到 柯浩然那一步的 于是 浩天问柳白 为什么不等自己 最强大的那一刻再来 对此 柳白的回答是 放眼世间 观主沸 李漫漫不善战 九屠屠夫有境界 却无心 不过烂肉两块 我见到大成 于人间全无敌 你来到了人间 我怎能不来见 正所谓皮肤汉术 谈何意 我与人间全无敌 我与天战 与谁战